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6日 最近我看了《永恆族》 《永恆族》裡面講了很多神話 以及考古學的研究 這也是Marvel電影的厲害之處 將一些真真假假的東西夾襲 編織成一套故事 而這個故事裡面是整個宇宙的概念 這個很厲害 裡面又提到 米索不達米亞 現在人類 現知最早的文明 什麼叫文明? 有文字 有文化 有建築藝術 有雕刻藝術 甚至乎有法律 這些才能夠叫做文明 所以 現代人所認知文明最早就叫做蘇美爾文明 距離現在5-6千年前左右 在兩河流域 兩河流域就是佑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這兩條河 中間有一個文明 就叫做蘇美爾文明 蘇美爾文明 他們留了很多泥板給我們看 泥板就知道他當時有法律、有文學、有藝術等等 已經流傳下來 而他裡面記載的歷史是數以萬年前的 但是他5千年前所記載的歷史是數以萬年前的 但是那些是不足為信史的 那些都是蘇美爾的神話 但是中國的文明 我之前又說下代 已經跟大家清楚解釋 目前的考古資料 第一 沒有下代文字 在雙代也沒有下代記載 到底下代有沒有存在過? 雙代以前的考古資料 譬如說二里頭 或者夏虛 以及下代是不是一樣東西? 這個目前考古沒有辦法得知 萬事下代是雙代後來的人 就是周朝 幻想出來雙朝以前的某一些步驟 這個步驟可能叫做X步驟 他硬給他一個叫做下代的步驟 然後再作一些故事出來 這些都是目前 考古學上還存在爭議的地方 但是 這本來是歷史學和考古學的一些題目 在中國現在的社會 學術全部夾襲政治 所以三星堆的出土 本身是2021年重大的事情 但是在內地研討會中 學者有些影片流出了 說他們有些研究都被禁止發表 原因是什麼? 就是三星堆到底是不是中華文明本土起源? 還是外來輸入的文明? 如果外來輸入文明 政治的干擾 就會讓他們發表不了 現在我們知道三星堆裡面有很多象牙 象牙 你找到很多是東南亞的象 不奇怪 三星堆位處於四川盤地 和東南亞的路線是接近的 但是也找到印度象 就是說三星堆會不會是從印度法績而來? 這個還要有待口證 本身三星堆是找到相關人骨 但是當局說沒有辦法在人骨裡面提取基因 因為那些泡太久 泡水泡太久就破壞了他的基因 但是有沒有拿人骨去一些歐美名牌大學裡面做考古研究 沒有 似乎沒有 所以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印度來話說 還是有些人的說法是來自米索不達米亞 甚至乎埃及尼 這些暫時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討論 因為受到政治的干擾不僅如此 在2020年開始之後 上海復旦大學本身有一系列的講座 是說人類東飛出酒說 而被禁止做這個講座 之前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原因是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 在2020年習近平發表了一篇文章 習近平是講考古學的 我真的從來不知道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 叫做《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原來習主席是對考古學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看完他這篇文章之後 令我覺得非常奇怪 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裡面有些邏輯性的東西是值得跟大家說說的 我國的考古發現 證實了我國有八萬年的人類史 這裡第一個邏輯要解釋清楚 古緣人到底是不是人類? 你要定義人類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人類 我們是人類 我們是現代智人的後裔 這已經在科學界上有接近勞不可破的結論 現在DNA的研究證明我們全部都是東飛出走出來的現代智人的後代 我們夾雜了其他人種 有4%的現代人 是佔有了尼安德塔人的DNA 但問題是尼安德塔人和現代智人 他們都是兩種生物 兩種物種 他們是近親 但不是同一種物種 但他們後來的混血交集變成了 我們現代人有4%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最近十年的研究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一種新人種叫丹尼索瓦人 在西伯利亞一帶活躍 也發現到在青藏高原 尤其是在西藏高地上 有他們的痕跡 而丹尼索瓦人和現代人的DNA 可能是有一些吻合 也就是說他們融入了現代智人的DNA 他們跟尼安德塔人通婚 然後尼安德塔人的後代又跟現代智人通婚 就變成了我們今天的人種 但問題是 習近平說我們中國有8萬年的人類史 那些是不是人類? 直立人是不是人類? 北京周口店員人 藍田人是不是人類? 這似乎是相近的物種 但是他不是現代人 等於黑猩猩和猴子 他們是相近的物種 但他們不是同一種物質 所以習主席似乎第一個概念他還沒搞清楚 他說一萬年的文化史 文化史你可以說得通 因為我們現在考古挖出來的 很多都是接近七、八千年 也是有的 這叫做新石器時代的發展 這也是有的 五千年的文明史 剛才正如我所說 文明一定有文字記載 才能夠定義為文明 這是國際共識 但是中國特色的中國氣派 口腐殼 他就可以無視了文字 現在中國的文字最早 大概3,400年前左右 就是相代 技術到相代早期 都是3,400年左右 而距離五千年 古埃及 以及米索不達米亞 還差了很長時間 即使被他計算下代的文明 還差一千多二千年的時間 所以這還是相差很遠 他說根據最新的考古表明 我國人類的故鄉 是東方人類的故鄉 到底有什麼 考古表明了 中國是東方人類的故鄉? 現在有很多DNA研究 都發現了譬如說台灣人 或者叫做南島語系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來自福建 這一點是沒問題 現在我們考古是見證了這件事 但問題是福建的人類來自哪裡? 就是來自東南亞半島 所以你說 中國 是東方人類的故鄉 這是其中一個階段在那裡開枝散業 發展到南亞 東南亞的南島語系 但是事實上再早一些 他就是來自東南亞半島 為什麼來自東南亞半島? 因為他們從印度來 而印度又從中東來 中東就是從非洲來 現在就是我們所知道 現代智人 在10萬年前 非洲東部東非出走 去到全世界不同地方 就是來自這條路線 除非他有更多證據推翻 但是沒有 似乎習近平這個說法又不通 好了 北京圓人在50萬年前 發明了 用火術 是全球最早之一 北京圓人 是不是習近平 沒有了解北京圓人一早絕種了 北京圓人 不是現代智人 北京圓人和現代智人的關係 但是似乎現在的DNA研究 證明不了有任何的直接關係 可能有一部分混進了現代智人也不奇怪 但是 在10萬年前 現代智人 就是有一種 出走了之後 慢慢累積了一些突破 基因突變 根據人類大歷史的書中的說法 現代智人的基因突變 導致現代智人能夠組織、合作 溝通、交流 在與李安德德人的競爭中 徹底打敗了李安德德人 而北京圓人其實是直立人 現在最近澳洲大學的研究也解釋到直立人為什麼會絕種 就是因為他們太懶惰 他們發明的工具都是一些非常懶惰的工具 是不用腦去思考的 但是 習近平說北京圓人50萬年前就發明了火術 是全球最早 他就假定了北京圓人就是中國人的祖先 這種說法是不存在的 現在最近找到的所謂龍人 在黑龍江發掘出來的龍人 其實 很大可能是 是丹尼索瓦人的分支 也不能夠證明是中國人的祖先 所以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他們說東方人類的故鄉 與非洲人類並列為最早 而事實上非洲人類 我們現在知道是數以百萬計年的年份 現在保存得最好的 最早的1974年出土的叫做Lucy 路西是南方古園 距今300萬年前 所以 中國說50萬年前找到北京圓人 也不是最早 但是剛才我所說的南方古園 是不是後來發展到變成今天的現代智人呢? 考古上也沒有結論 而他也這麼說 他說在一萬年前 我們的先人 種植稻米、水稻、粟 農業起源和西非、北非 並列第一 這是有爭議的 但是我認為可以接受 這就是來自1960年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一位學者 後來去了芝加哥大學教書 叫做何炳帝教授的研究 叫做東方搖南 因為當時 在中國的考古學界 普遍都相信從中東傳入中國 張光直主張這一套 但是何炳帝獨牌眾議 歷牌眾議 認為中國的農業起源是本土起源 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目前科學界 考古學界 認為這種說法 也不能夠完全否認 但是並不確實 然後他就說 在中國 在樂器、獨木舟、水利 也是全世界發明最早者之一 加了之一下去就很難說了 因為如果說水利工程 尼羅河水利工程 是比中國早千多年 所以這一點也很難說 他加了之一 之一 他的確是頭四五個 這是無可否認的 但是從這個文章出來之後 就導致傳統在學術界支持非洲出酒說的學者 宣揚非洲出酒說的學者 沒有辦法說下去 當政治侵入了學術 就無可避免有這種混雜在裡面 好像當年希特拉時代 納粹黨說阿里安人的種族祖先來自西藏 結果派了很多人去西藏研究 所以西藏當時有很多納粹德軍 這是其中一篇文章令我非常震驚 然後我再發掘深一點下去 其實這種民族主義混雜到考古學 不是現在的 在接近十年前 2012年 在《光明日報》 大家如果不熟悉大陸的體制 就不知道了 《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 是等於頂級權威期刊的 在大陸的學者是要評級的 我自己以前那份合約就要譬如說五年發表四篇權威期刊 或者叫SSCI的期刊 而如果你發表一篇《光明日報》 是可以頂兩篇SSCI的期刊 如果我在劍橋的歷史學部裡面發表文章 要發表兩篇都不及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 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永春 永春是何許人也 我最近看了程瑩雄教授 一個美國大學教授的學者導讀這篇文章 我就知道了 原來永春是當年政治局常委的人物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普通人 一個政治局常委 竟然化名為永春 這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他才能夠在這些期刊裡面發表 那個人叫做《卓里長春》 長春就是永春 他做了10年政治局常委 主管是中國的宣傳文化教育 但是這篇文章裡面 其實永春就是長春 他早就說了 他是不懂 他不懂這些東西的 他完全不懂考古學的 但是他既不懂考古學 也沒有研究過人類學 但是從哲學的角度去解釋 中國人其實是本土起源的 他為什麼從哲學的解釋呢? 他這五個觀點令我茅失頓開 竟然有些人是這麼想的 而你明白到他怎麼想的 你也明白到為什麼中國今天和世界這麼多衝突 格格不入 他說第一 從無法的進化和退化來講 他引了恩格斯 恩格斯這些真的是錯用權威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引用現代相關的學者權威 引用恩格斯 但是他裡面看到 在一個過程中 無法有餘航的功能慢慢被取代 退化會加速 由此可以推論 無法退化得越徹底的人種 進化的程度可能是越高 在現代人 白人的無法是最成的 黑人是次之 中式人是再次 有沒有根據這種說法? 以我的觀察 可能印度、巴基斯坦那些中亞地區人種的無法 應該是 比白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白人是不是都是無法一定很多呢? 這似乎沒有根據 黑人是不是其次呢? 他說黃種人是最弱 所以由此可見 黃種人是最早進化的 這個說法 這個是 和你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有關係的 和你的基因、特變也有關係 是不是一定是和進化、退化有關呢? 假設就是 以前是一些圓人 圓人很多無 所以現代人 無越少 就越進化 如果是這樣滑記 應該進化得很厲害 但是這種說法是 考驗不起科學的 在骨骼去看 看馬戲團表演 你會發現 熊和馬這些動物 用兩條腿走路的時候 臀部是明顯後曉的 所以他們看到 中國人的臀部 比較挺直 所以由此可推論 臀部收回得越徹底的人種 直立的時期越早 所以臀部越突出的人種 越猛 相比於其他人種 中國人的臀部比較平 就是 西方人 西方金髮美女的臀部比較突 印度那些可能比較平 非洲 黑人女性 可能屁股也比較突 所以 但是 根據他的說法 我們盡快組合他們 但是我們現在的考古學證明 非洲人 非洲人出走 非洲人出走 應該是最早的 所以他這個文章是完全推翻了 整個考古學的研究 第三 從四肢的變化來看 四肢的長短比例 也是跟進化有關的 由此可推論 上肢短的人種 可能比上肢長的人種 進化得更早 手腳越短越勁 非洲那些手腳很長 NBA球員 他們是退化的 他們是像動物 這種說法 充滿了科學的誤解 充滿了歧視 這就是政治局常委寫的文章 第四 從體味的角度 身體發出來的體味也是 在動物園中 你看到狼、狐狸他們 體味很重 隨著不斷的進化 人用語言交流 體味的功能減少 根據相關研究 漢族 體味的佔4% 而西方人、非洲人遠高於比例 所以中國人的體味 證明中國人是進化更早 真是大開眼界了 第五 就是胃和嘴的變化 你看看吃東西 魚無飲血 西方人吃牛扒一般是較生的 西方人吃牛扒一般是較生的 中國人吃比較熟 所以由此可見 中國人是進化夠早的 在西方吃五成熟 是孟二 不是的 日本人喜歡吃生的 但是 根據考古學的研究 現在我們得知 日本人的基因基本上都是來自中國 中國北部 但是當然 中國北部的基因是來自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的基因都是來自歐洲 歐洲的基因是來自非洲 現在我們知道是如此 當然中間夾雜了剛才我所說的丹尼索瓦人 以及尼安德德人 但是 日本人吃得很生的 所以由此可見 吃得生不生 其實與天氣、文化、飲食習慣、地理位置有關 永春、長春 政治局常委的質素 是如此 難怪中國的治國能力 或者他們治國上的思維 總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與香港人格格不入 所以他的觀察就是中國人是本土起源的 這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完全是超出我們閱讀理解能力可以認知的文章 所以從習近平的演講 到永春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 當民族主義、政治 而侵入了學術中會造成很惡劣的影響 距離真理越來越遠 而對於他們來說真理也不重要 他們就是用來煽動民族主義 搞民族的團結 所以真理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今天的導讀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還沒按鐘就記得按鐘 今天的參考資料 習近平的演講 永春的文章我都會放在收費平台Patreon給大家看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